北京时间10月12日0点45分 欧冠小组赛H5第四轮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 尤文图斯做客挑战海法马卡比 尤文图斯本赛季成绩有些糟糕 在联赛踢了9场只赢了3场 只拿到13个积分 排名第八 对于尤文图斯来说 要想争夺联赛冠军难度极大 事实上 要想杀入欧冠区也是难度不小的事情 而在欧冠赛场 尤文图斯同样理遭重创 前三场小组赛输了二场 出现形势非常不乐观 此次来到欧冠赛场 尤文图斯面对的是小组最弱的球队海法马卡比 没想到这一次尤文图斯又输了 爆出一个大冷门 本场比赛阿莱格里排出442阵型 弗拉霍维奇铁打的主力 这一次与他搭档封献的是迪玛利亚 米利克则被放在了替补席上 在尤文图斯与海法马卡比首回合的比赛中 迪玛利亚助攻戴帽表现非常强颜 这也是迪玛利亚能够首发出战的重要原因 在中场位置 科斯蒂奇和洛卡特利都没能够获得首发的机会 坐在替补席上待命 比赛开始不久 尤文图斯有一次很不错的机会 但由于迪玛利亚处理的过于拖沓 导致被回防的球员合力把球抢掉 随后 海法马卡比差一点进球 皮埃罗近距离投球攻门 只是顶得太正了 门将把球挡了出去 不过 很快海法马卡比还是取得了进球 科尔尼在边路起球船中 阿其利投球后蹭 皮球弹地后钻入球门 此时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 尤文图斯早早陷入困境 之后 切里的直接任意球攻门击中衡量弹出 尤文图斯逃过一劫 尤文图斯有些狼狈 被海法马卡比疯狂压制 更糟糕的是迪玛利亚因为拉伤被换下场 阿赖格里不得不进行对动换人调整 半场结束前阿其利竞射破门 上演没开二度 一下子把尤文打猛了 半场结束 尤文图斯二球落后 下半场落后的尤文图斯不得不加强进攻 阿赖格里派上了科斯蒂奇和洛卡特利 换下麦肯尼和帕雷德斯 尤文图斯的进攻火力有所增强 但是鲁加尼 弗拉霍维奇和夸德拉多等人的射门都被门将化解 直到比赛结束 尤文图斯都没能攻破海法马卡比的大门 最终的笔分定格为0比2 尤文图斯爆冷书给海法马卡比 太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